HELLO 劉士忌 天眼都不星 大家好 我是RELLO 今天要來看保佳利亞人對上普迪迪人 正常比賽是天地的哈普迪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藍方選擇的是保佳利亞人 保佳利亞人呢 有這個兵工廠 跟工程器製造所的肉量升級消耗減免 所以保佳利亞人的前期 可以更早點下這個一攻一防 去做一個軍事上的壓制 但是呢 他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一個文明 所以保佳利亞人呢 算是比較偏打強軍事的文明 會對自己更有優勢一點 那他的銀類呢 也很適合拿來控制地圖 例如可以把銀類 插在這個黃金柱啊 這些地圖上 藉此或的一些地形上的優勢 打出自己的優勢出來 甚至直接銀類前壓塔推 也是可以考慮的一個範圍 那保佳利亞人呢 主要兵力呢 是打這個肉馬 打這個騎兵單位 保佳利亞騎兵或是騎士 都可以吃到這個馬凳科技 馬凳科技呢 可以讓騎兵的攻擊速度 增加33%的攻擊速度 讓保佳利亞人呢 可以在前中後期 都獲得一個不錯的壓制 前期有這個兵工廠的攻防壓制 後期呢 還有這個馬凳攻速加成 所以保佳利亞人呢 比較偏向騎兵 那他的馬攻呢 也是能打的 馬攻的話 雖然沒有攻兵鎧甲 但至少他有這個拇指環 還有這個三級射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還有大衝車 那大衝車呢 這個科技呢 也是我們剛剛開頭講到的 封著七字招鎖單位的肉量 升級消耗減半 所以1000肉 只變得需要500肉 讓他更快可以升到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轉出大衝車 去督耕對方的一個文明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不列顛人 那不列顛人呢 也是大家所喜愛的一個文明 不列顛人 他的一個天生能力呢 是吃野豬 不是吃野豬 吃這個可以訓養的動物 吃的速度更快一點 所以呢 不列顛人吃羊速度很快 那他前期 其實蠻適合打這個裝甲塔 或者是肉馬開局 其實是很適合不列顛人 因為大家可能會想到 不列顛人 就是有弓兵文明 但其實他在一個實戰的情況下來說 打肉馬開局 甚至這個棒棒騷擾 都是更適合他的一個 一系列的操作打法 那不列顛人的後期呢 主要還是打這個弓兵 長弓兵或是強弩都可以 那長弓兵的部分呢 需要城堡 產產出來 所以比較常看到的還是強弩 但長弓兵如果能量產起來的話 他這個異攻射場 會比強弩更有威懾力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玩不列顛的話 長弓兵的部分 可能就是不能打這麼的有壓力 或是你打了一波封建 小弓壓制敵人 奴兵送掉之後 就趕快去挖石頭 下城堡出長弓兵 那這個可能會是一個 比較好轉長弓出來的打法 那不列顛呢 他其實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三公三坊基本上都是全滿的 步兵騎兵科技 還有弓兵都是滿的 但是弓兵沒有母子環 騎兵沒有品種 但是都有三公三坊的情況下 即時出了肉把去騷擾對方家裡的村民 也是挺有效果的 那不列顛人的話 後期組合還是比較偏向於打 弓兵加步兵的組合 那步兵的部分呢 主要是出槍兵 可以升到擊兵去防止對方遊俠 或是重裝騎士 進行一波的前線壓制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兩邊的地圖 不列顛人在上面 有這個主巾 右邊有石頭 對於不列顛人來說 這個開局算是不錯的 但比較淒慘的是 這個果子的位置 實在是太下面了 所以可能會讓他造成 這個前期果子會被控的一個問題 而且保加利亞人打棒棒開局 也是非常適合的 那為什麼他很適合 是因為他的民兵系 可以自動升級 但是只會免費升級到雙手劍兵 因為他也只能到雙手劍兵 不能再升級上去 所以待會保加利亞 這兩隻棒棒一出門之後 待會就會直接變成裝甲步兵了 那這樣就會對於不列顛人的壓力 就會非常的巨大 好 那保加利亞人這邊是八個人伐木 算是一個蠻正常的一個開局方式 好 這邊看到裝甲步兵升級好了 直接攻擊伐木場 後方的肉碼稍微繞一下 看一下不列顛這邊是打什麼東西 這時候才剛下軍營 那保加利亞人就知道了 那暫時不會有棒棒過來騷擾 那不列顛這邊是多安一批的樣子 21批打21批 這邊先想要去拆掉一根房子 好引誘一隻村民出來打架 這隻村民可能跑不掉了 這個肉碼卡得很好 哇 不列顛本來是好像有稍微一點點的優勢 現在優勢完全被打了回去 好 保加利亞人這邊轉出了毛兵 那不列顛這邊是直接選擇上弓兵 連肉碼都不出 因為看到對方裝甲步兵 下一次出弓兵也是正常的 但保加利亞這邊反制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馬上轉了射箭場 然後毛兵就開始再出了 好點下了一擊伐木之後 左邊房子再度補了起來 裝甲步兵跟毛兵被隔離起來了 待會就可以各個擊破了 好這隻村民能跑得掉嗎 24滴血還在跑 好 兩隻弓兵突然被一個裝甲步兵回頭反殺 OK 裡面的弓兵兩隻被收掉有點可惜了 那不列顛的弓兵的射程加持 是要到城堡時代才會有多正義工 所以在封建時代來說 不列顛的人還算是完全沒有優勢的 這個弓兵的部分 完全沒有優勢 所以待會還是要轉先毛兵出來擋 不然這個只出弓兵 要擋住有點困難 對方是出毛病的情況下 只出弓兵是不太好防守 好這邊弓兵數量來到了五隻 有了一擊射 寶詹莉亞這邊一擊射也有 那這時候寶詹莉亞就可以去思考 要不要去點一下一擊的弓兵鎧角 好 那寶詹莉亞這邊非常的兇狠 直接再繼續補了更多的裝甲步兵過來 四隻裝甲步兵直接敲破了正面的房子 入侵進去之後 左邊伐木場的村民也無處可逃 這邊村民死傷來到了三隻 第四隻可能要被拿下 不列兵人這邊的村民數來到了32對35 村民差距開始下降了一些 但還好寶詹莉亞剛剛為了按裝甲步兵的關係 所以有點斷村 他現在直接把村民按到底了 然後專心帶控兵了 那這邊控兵往裡面控 不列兵人這邊還是要被迫轉出了射箭場的毛兵 單靠的攻兵真的是不行的 四弟地國就是一個兵種克制的遊戲 當你不去注重這個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就被壓制住了 所以即使你再怎麼想玩 不列典的攻兵 還是要看情況 去轉兵會更好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不列典這邊轉出了一級的工兵鎧甲 看起來是跟對方工兵互設 覺得自己站不到任何甜頭 轉個一個一級的工兵鎧甲 就會稍微好打一點 那寶詹莉亞這邊的支援料 看起來是要來存自己的深城堡時代了 那封建時代應該兩邊就是打得差不多 那不列典是以山村的弱勢 落後告終這個封建時代了 那目前看到寶詹莉亞人 支援料已經來到了800肉 194黃金200黃金 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邊毛兵繼續在秀操作 工兵往下走 想去抓掉下方的裝甲步兵 左邊的伐木場想用守住 但裝甲步兵打人實在是太痛了 這邊毛兵就來可以回頭來打下這邊的工兵 這一波打起來這隻村民可能要死了 卡位 哇 又毛兵卡位 再稍微一下 哇 一滴血 這一波溜得非常漂亮啊 不列典 最後還是把裝甲步兵給順利了 收了下來 好 那目前看到不列典在前方 又展出了一個新的工程器 不是工程器喔 這個射箭場 好 城堡時代好一分鐘 好 左邊的工兵 又再次騷擾到了左邊伐木場的村民 這個伐木場真的是很慘 沒有辦法 不列典的領地就是長這樣子 大尾的話 就是全方的伐木場一定會被騷擾 那待會可以考慮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喔 守護伐木場 還有這個黃金礦的部分 OK 升到城堡時代寶加獵人 馬上出了五隻騎士 轉出了一級的跑速 二級伐木也研發好了 那不列典這邊轉出來的是工兵的部分 可以封劍轉奴兵 然後毛兵也有按幾隻 但不能按太多 那升到城堡時代不列典 毛兵基本上就不太需要出了 可以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去跟對方的毛兵做交換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那反而是自己的彈道學 要更快點下來 這邊騎士直接硬上來貼了這邊的工兵 但這邊騎士沒有惡防的關係 被工兵射得很痛 爆血一波 這隻殘血的騎士能跑得掉嗎 哇靠被他活了下來 那爆炸亮了這邊趕快補個修道彥 去按一下老頭出來補個蟹 這隻騎士白白白給掉 其實很虧的 這個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去練習的 因為如果你喜歡玩騎士的部分 或是依舊遊俠 可以多多用自己的老頭 去幫自己的騎士補血 讓滿血的騎士出去打拚 當一個稱職的冠老闆 就是要榨乾所有士兵的最後價值 即使有一滴血也不行 你要趕快給我把滿血復活 再出去再戰鬥一次 不然你就當白白送掉 好結果這邊按的是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是要來按投資車來反制一下 對方的工兵或是毛兵單位 城鎮中心這邊補了非常多 3TC開農 那不列電這邊開TC也是有優勢的 它的城鎮中心的木材消耗量是半價的 所以它只要一百多個木頭 就可以開一下城鎮中心 再加上一百石頭 基本上跟一個法木堂的價格 是大同小異了 大概一百四十幾木頭而已 跟一個射箭場差不多的木頭 所以不列電在城堡時代開3TC的壓力是比較小的 但是木頭需求量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的木頭還是要去灑紅田 所以肉類反而是比較困難的一個問題 3TC要正常預轉 好 那目前看到保加利亞人 這邊是沒有按下修道院的 這邊騎士正不珍惜 你要確定欸 這邊又要出去 只要被人家吃得到 這隻騎士就送掉了 還是補下了 OK 兩邊突然打了一個開農的狀況 左邊這個老頭應該是 招搶到一隻能收得進去城堂中心嗎 可以啊 完美 OK 殘血的騎士再拉回家 OK 果然還是要補血 看來他沒有這麼的硬要 好 那目前看到不列電人 撿生物撿得非常開心 撿得大概快到三個生物了 那不列電的彈道群呢 這個時候也點下了 OK 這個時間點還可以接受 最近剛剛也沒在做騷擾 如果有騷擾的情況下 這個彈道群的早點點 會更有用一些 好 那這邊用弓兵在家裡防守 然後搭配一些老頭 去招搶對方的騎士 讓對方有極大的壓力 直接前壓 這邊是選擇4TC開農 這個農的程度有點厲害了 好 那如果城市中心開這麼前面的話 城堡就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了 最高點的一個高點 目前不列電用招搶到騎士 去探查寶嘉莉亞家 看看他在搞什麼鬼 才發現 靠 寶嘉莉亞人居然也在開農 一個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敢跟我捕獵頂 大陰帝國開農 他應該有點傻眼了 哇 結果這個城堡直接 我以為是被砸掉 他又取消掉 OK 最後還是補下後方這裡 城堡的位置 前方城鎮東西我不要了 但後面城堡我一定要蓋起來 好 那不列電這時候要怎麼反制 對方的這個青頭呢 最好就是用自己的弓兵射成優勢 或是轉一些肉碼 或騎士 直接硬打也可以的 或是轉頭子車砸也OK 或者是直接用大量長槍兵 跟對方騎士互換 也是可以考慮的 不列電算是一個比較強勢的文明 他沒有太大的問題 問題就是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打對方投石車的時候 只能靠這些暴力手段去解決問題 有問題的事情就是用暴力解決 這個是在世紀國上來說 是很有用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列電 這邊也可以考慮 直接上帝國時代轉出槍兵來 好 看起來只要轉槍兵 原來投石車這個單位 你說好幾也不好幾 也對於不列電來說 原來你雖然有射程優勢 但他本質來說 還是克制你工兵的 而且你也不是不列電常工兵 人家只要多走一步的話 還可以投石喔 像這樣子 但是你還是可以用射程去壓制 這就是很吃操作的一個地方 好 這邊老頭直接著翔 遭到了一隻騎士 但是這隻老頭圈魚倒地 後面投石車繼續壓近 這裡看到這麼多的均勻不敢上 結果投石車砸到了自己的肉馬跟騎士 哇 寶嘉莉亞這邊出了一個貝虎仔 又是一個無三貴 無三貴投石車 查爛自己的嘛 好 布列電這邊要用弓兵 繼續稍微給對方一點點的壓力 目前寶嘉莉亞想要把修道院裡面的生物給打出來 生物給打出來的話 就不能繼續產生黃金 好 布列電左邊城堡補下之後 馬上點下了義勇工兵喔 想要來增加一下自己的工兵的射程 好痛 好 這不是義勇工兵喔 義勇騎兵喔 雖然他叫義勇騎兵 但是是增加工兵的射程 能力的科技也有點奇怪喔 這些馬一直想要上前打巨印喔 結果一直被投石車給打掉 好 終於有義勇的射程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修操作修回去囉 好 騎士表示你敢上去 哇 這一坨太大了吧 布列電左邊沒了吧 涼了 剩下為兩 後面也沒有城堡 航兵的生產也還沒開始按 好 這一波騎士進來 到後面這一根城堡喔 可能可以建立得起來 這一根城堡如果建立起來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反打回去喔 好 當然村民的死傷 除了張來到了12隻村民 還在繼續上升當中 但是把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出來爆打一波 成功的 把外面的投石車 全部給解掉了 哇 這裡的騎士有點 出乎意料阿 沒有幫忙到 太多反自己的 投石車被打光了 好 但沒有玩笑 繼續用騎士開打 那目前是到帝龍時代的 寶 不列電呢 現在可以產出自己的常攻兵喔 那寶加利亞這邊喔 可能要稍微斷一下騎士喔 當然騎士也可以繼續除喔 但不太建議的原因是因為 你現在已知對方 已經被你打成這樣子 而且他現在生死帶有優勢 那這個階段來說 你可以繼續用騎士去騷擾對方 沒有錯 但對方城堡很多喔 你現在已知對方的中間有城堡 然後正面的部分 除非你要再爆一次這個城堂中心啦 那就另當別論 但這個成功率就很小 那如果你往右邊看也有城堡 在這麼多城堡的情況下 你只單靠騎士去壓自己也是非常困難的 好 那這邊看到有非常多的騎士帶著衝過來 想要來直接提C爆 那這邊也順利點一下了 城堡時代 好 帝龍時代了 好 常攻兵直接往到 拉拉後方 城堡下方 直接輸出傷害 那這個不列電也是滿奇怪的 剛剛補了一堆軍人 不知道要轉槍兵嗎 突然就不轉了 好 帝龍時代這裡補下了化學 好 後方好一隻騎士沒有搞定 右邊的瓦斯斗村民被抓包 直接拉走 那目前村民樹來說呢 是保加利亞這邊村民樹裡先 115吋對上97吋的不列電 不列電這邊長攻數量來到了16隻的數量 但要打對方騎兵的攻勢的話 至少來到三四十隻喔 會更加一點 當然二十隻來說還是可以用的 但比較穩定的話還是三十隻喔 會不會有那麼多的意外出現 好 保加利亞這時候點一下了銀罐馬登技術 接下來這邊的騎兵喔 都會有攻速加成喔 射擊速度非常快速 只是射擊速度喔 攻擊速度喔 好 目前看到保加利亞地獄時代還有三十秒 那不確定要遇到封兵要怎麼炸 那目前 以我的經驗來說 打不列顛的話 保加利亞這邊能用的東西其實並不多 轉戰毛兵的話 雖然稍微能打 但自己的沒有攻兵開槍關係 對射可能也不是太有優勢 可能直接轉個保加利亞騎兵 或者是大洛馬 然後配上一些戰毛兵 或者是頭車 都是比較適合保加利亞的一個策略的 換來就是保加利亞騎兵 配大衝車 好 這一系列打法也都是ok的 我覺得這時候下個大衝車升級也不錯 現在漏很多嘛 但我大衝車的話 不列顛就要被迫交戰 那他的長攻兵一定要首點 首點這個後方騎兵 或是其他單位 不然他的這個箭矢傷害 很容易被衝車給吸引掉 所以打不列顛的話 有衝車是比較好的一個決定 結果保加利亞人這邊開始升步兵科技 又取消掉了 剛剛在升步兵鎧甲 決定要先升三攻 五瘋爐 不列顛這邊突然慢慢營運了起來 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增兵技術 一擊挖金 看到這麼多城堡 保加利亞已經決定放棄前壓了 好 那目前看到保加利亞人這邊轉出了攻擊技術 還有儘管協議步兵要來登場了 那二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下 待會雙手劍兵的防護力 近戰防護力會高達9滴喔 剛剛真的只有增加近戰防護力而已 而且不列顛這是遠程攻擊 所以不列顛的傷害喔 現在是連保加利亞騎兵也能打 好 但還好保加利亞這邊有軟甲技術喔 可以再增加一點的遠防 OK 精銳不列顛常攻兵 7加40一共傷害 射程12 再走一步喔 就可以達到13射程的火炮了 但還好這兩邊都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目前也沒這個問題值 那目前不列顛有來到31隻的攻兵數量 現在要確保就是要扛住前線陣地喔 自己的陣地喔 千萬不能被打崩喔 所以這邊要轉非常多步兵當坦克 OK 兩邊的單位已經準備來到了200隻的單位 好 左邊想要來挖金礦結果被騎士抓包 好 保利今天常攻開始拉攻了 好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保加利亞想要用城堡守住左邊野精的位置 但正面高地卻被不列顛拿了下來 這樣就有點虧了喔 好 不列顛這時候補下金罐戰狼技術 讓自己的巨型頭時機喔 有這個 哇 你用村民去打架 死傷有點慘重 哇 這個排隊送頭 好慘 打好久 OK 終於打掉了 哇 這一波死傷大概來到了7隻左右 右邊的少量的騎兵塔也抓到不列顛的法木工了 好 當然正面的城堡可能有機會可以建立起來 那不列顛一有戰狼科技之後 巨型頭世界的落彈地點喔 可以增加這個爆炸範圍 就是變成拓散傷害的效果 就落地的時候不會只打到1隻喔 而是3到4隻左右的單位喔 這個落彈犯技的傷害增加喔 是非常可怕喔 基本上可以把它拿來當成火炮來用喔 沒有問題耶 而且這個射程比火炮還要更遠 好 正面的長槍兵直接抽爆了大量的騎兵 但是後方不列顛對這些騎兵也是沒有想要放過的意思 瞬間輸出直接抽掉剩下的騎兵 正面的血液步兵雖然扛了非常多的槍兵傷害 但是後方城堡的威力 還是直接把正面的血液步兵給射爆了 好 那不列顛這邊 升完戰狼之後 命中率可以高達99% 所以打對方軍行頭時機喔 是非常準的喔 雖然很多地方都是寫100%命中率喔 但我們影片中有出現過一次 升級完戰狼之後 不列顛的巨頭居然還是打歪了 而且是跟對方巨頭褲打的情況下 所以這個世界上好像不是100%這麼肯定 這個你使用什麼套一樣 只有這個99%的效果 怪狼科技也是如此 沒有100%這種東西了 世界上的變數喔 還是有 其實是這個遊戲代碼也是喔 但我覺得C帝國的遊戲代碼也是蠻神奇的 尤其是長工兵啊 像工兵單位這些箭矢 其實是有彈道球 也不是說每一發都是百分之百四的這種 還是有一些會有偏差值出現 我覺得這遊戲蠻厲害的地方 好 三個巨頭拆掉了保加利亞下方的城堡了 這邊補下了圍牆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血量 但目前看起來保加利亞人有點扛不太住 正面的不列顛長工大軍 這邊弓箭射得非常開心 保加利亞人在左邊的區域呢 並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反而是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贏 不列顛正面軍隊 那這裡要是有大衝車掩護的話 可能結局就不太一樣了 好 那目前看到保加利亞人這邊上前 硬打一波 雙手劍兵在上次上前 能夠突圍成功嗎 保加利亞騎兵已經損失殆盡 這邊剩下正面的雙手劍兵 在繼續反打當中 不列顛正面有點被反推了回去 正面的巨型投資機 還有一台要拿下嗎 最後兩台巨頭 繼續往後搬一下 但不列顛長後面還有23隻啊 好 23隻的不列顛長弓 還是輸出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這邊更多的血液武兵走得過來 但是沒有攜帶任何的工程器械 所以這邊城堡無動於衷 你就儘管的送到城堡下送兵吧 這時候保加利亞才意識到 他需要的東西是衝車 而不是大量的血液武兵 雖然血液武兵我覺得也可以打 但是要可以衝車 衝車很重要 好 保加利亞的肉量來到3500多 非常巨量 這邊轉一波肉嘛 應該可以再噴個3-40隻喔 沒有問題 好 這邊看到後方長弓兵繼續往前走 有 這一波兵兵分兩路 每一個小隊各拆一台巨頭 任務完成 這時候保加利亞的重型 衝車已經要研發好了 還有30秒 但是這裡的農田已經快要守不住 大量的槍兵加上長弓兵已經走到了農田地帶 保加利亞人還能夠再次防守成功嗎 這裡沒有投石車 也沒有任何工程器械 只有一堆肉馬 還有縱裝騎士而已喔 好 現在雙手劍名一出來 只會進入不內甸的長弓兵射程範圍裡 既然已經壓到出兵點情況下 保加利亞可能會扛不住 因為這邊要再重新產出新的出兵點 還需要大量的木頭 去下這個馬臼 但是現在所有的出兵點都被壓制住 保加利亞人已經搭出了GG 果然是要打GG的 左邊的補兵馬就有 當然這個只有四個而已 保加利亞這一把 應該關鍵還是出在於衝撤的部分 剛剛這幾波 衝上去的那一波 保加利亞騎兵加上雙手劍兵 至少帶個五到六台的衝撤 直接開頂後方的巨頭跟城堡 不列典勢必要拉一大堆的槍兵 去防守去攻擊對方的衝撤 這時候血液步兵就可以去幫忙輸出了 用自己的保加利亞騎兵 去做攻擊後方的衝撤的動作 基本上就可以消滅殆盡了 不列典這一步的攻勢了 但保加利亞這邊很可惜 兵沒有這樣做 反而是直接硬上 想用自己的步兵加上起兵 正面突圍 但很可惜了 是失敗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不列典拿下木材勝利 防金則是贏了大概八百左右 食物輸了大概一萬億 那食物來說 保加利亞人本來就會多一點 木材也是 不列典也是會多一點點 兩邊經濟問題並不是非常大 問題是這個手推車沒有點 保加利亞人 還有這個大衝車沒有點的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就 réponse我們 gustaría breadth朋友 回到這樣子 2018ので